紙醉金迷也有4.1倍 黃鑽石也硬正 6.8倍 成功者是8.2倍 預備 快步速是相當之快 成功者也不慢 我馬上來見到就是紙醉金迷 然後跟著就是珍奇妙 最後影子沒有事 一攝就攝上來 中間還有正蝦王 然後跟著就是黃鑽石 黃鑽石再後一點 跟著是考取天宮 外面就是魅力漢子 最後跟著就是喜富龍 喜富龍外面 如意覆盛在美敬力補提 距離頭馬有沒有6個馬威 最後 對面這路上山前面 放頭 看到放頭影子沒有事 放頭半個馬威 先領先快步速在外蘭 守住第二 成功者守住中間的第三 然後正蝦王 裡面就是珍奇妙 最後就是黃鑽石 黃鑽石之後就是喜富龍 然後就是考奪天宮 考奪在後一點 然後才看到魅力漢子 然後才看到如意覆升 勁力補提 那些馬 他來頭馬約莫 還是8個馬威 最後 轉了大半的約王園 差不多到直樓附近的位置 前面放頭影子 有一個馬威之先 領先快步速 依然守住第二 後面想來見到成功者 現在後面想來見到還有黃鑽石 中間打衝鋒 看到還有考奪天宮 然後還有珍奇妙 那些馬來的 前面第一次是影子武士 突然可以上來追他 看到就是黃鑽石 後面想來見到珍奇妙 中間還有快步速 後面想來還有考奪天宮 前面黃鑽石 正在鬥著影子武士 黃鑽石在外面影子武士 在裡面兩隻馬 一起衝鋒 接著跑第三名快步速 外面黃鑽石 入面影子武士 兩隻馬叮噹馬頭 影子武士這個階段 貼著越難 越騎越有 但是黃鑽石的走勢 非常之悅目 快步速也拼了老命 但是始終頂不住兩隻超斑馬 黃鑽石 越騎越有 黃鑽石影子武士 一起衝鋒 跑第三名快步速 好精彩 好叮噹 兩隻貼著回來 馬頭貼著 不看衝線也不知道 因為那隻 外面那隻 影子武士就刪了下去 大家完全是 很近 好 你看衝線了 裡面也刪了下去 很近 真的很近 真的很近 很近 很近 勢就好像上來過了 但是 一衝的時候 大家會貼著過 裡面那隻刪了下去 是啊 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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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捕捉成功者 但有時怕 鬥完一場這樣 辛苦了 你真的小心 那次非洲戰士也是這樣 力鬥一場 哇 你小心下次 總之 除非你給他回分 他被黃鑽石追 所以不是小野 他真的沒有那麼輕鬆 旁邊左右的那些 全部是快馬 成功者中 他最緊迷 入閘的時候 搞了一搞 不過他今天排列的六檔 都是 加上馬 沿途走起來 不是太暢順 今天這隻馬 我看他 就是在出閘的時候 有點懶惰 懶惰了 早段 你見過他出來 快就快 其實不是他的本性 我覺得 全場都錯了 還夾了 你看 急了變快 所以沿途走得很不規矩 不要緊 有個上一場的走勢 一定不是差的馬 其他 競力補提都很努力 盡量縮在後面 轉回上來 但在內蘭 他又不算衝得很多 即是人一步的 就趕運 這就是靠影相 好了班長 好了班長 雖然這隻武士 那件衣服不同 馬主 都是姓田 公子 公子